HELLO 車友們大家中午午安 今天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種 是12代最新上市的Toyota Artis 那今天的安裝的版本是KT的道路板避震器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原廠的避震器的樣式 這個是最新的TNGA的底盤 前面的話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但是後面的懸吊系統就已經大改款了 後面的話TNGA的系統算是彈簧跟便器分開的獨立懸吊 多連桿的 那它的後面避震器其實跟一般的日系車比較不一樣 反倒是跟歐系車的Golf的五代六代的系統比較相近 HELLO 大家午安 這是後面的避震器 後面的避震器其實行程算是比較短一點 後面的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這算是這一個十二代的Artis 大改款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後面的懸吊系統 已經改掉原來的拖一臂系統 這是前面的 前面的話它的系統跟TNGA的共用的底盤 譬如說Prius還有Auris還有最新的Camry的八代 這些系統其實都是共用的 都是走TNGA的底盤 我們來看一下它漂亮的車尾跟車頭 好了 這是新世代的八代的Camry進口版 也已經在台灣上市了 所以它的車型其實都有一致的風格 在造型上也比前一代的還要更流線 我們來看一下車 這個剛剛是車尾的部分 車頭 這車超新的 車頭的部分 有一點走向Lessus的風格 避震器的前面系統 前面是麥花層的懸吊系統 所以它的上座是三顆螺絲 上座的話在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個試蓋 跟CHR很像 試蓋掀開之後 避震器的上座有鎖了三顆螺絲 這個地方 所以阻尼的調整會在這裡 那可以鑽一個小孔 就直接可以做阻尼的調整了 所以KT的避震器 在Auris上 或者是這台車 Artist 我們都有附上座 那上座的話 使用的是日本KOYO的軸扇 這一個世代 一樣 跟前一代的一樣 是1.8升的NA引擎 油耗的話 據說也有比前一代更漂亮 1.8升NA款 這個算是我們KT的首發 所以剛好有機會的話 就開個直播 跟大家分享一下 安裝的一些流程 這個應該是LED的大燈了 但是詳細的配置的話 可能要看一下原廠的規格表 哈囉 直接彎 那前面的 前面它的懸吊系統 跟前一代的也不一樣 這個TNGA的底盤 那前面其實是走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這個是前面的離載串固定點 這個就直接 它的固定位置呢 跟原廠一樣 所以離載串的話 就沿用原廠的就可以了 那後面的話 它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的話 這些呢 都是跟原廠的位置是一樣的 那主尼友 用友的部分呢 我們所選用的主尼友 是義大利IP的主尼友 所以它的整體的表現呢 都相當的不錯 然後用 油風的部分的話 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風 那前面的話 1.8升的NA引擎 我們所配置的彈簧公斤數 是7公斤 對這台車來說 算還蠻剛好的 軟硬 然後還有 整體操控跟舒適的話 整體表現還蠻均衡的 前面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TNGA就是一般賣花層 那後面的話 懸吊系統呢 算是一個 新世代TOYOTA的底盤系統 所以後面的話 它的系統比較特別 那它的避震器 其實整體的長度 比較稍微短一點點 這個是很大一顆的避震器的上座 如果對歐系車比較了解的車主呢 就可以看到這個上座呢 其實跟Golf的車系呢 很接近 包含了現在的HONDA 車系像是CRV的五代 它的避震器固定座的方式 還有相對懸吊的位置呢 其實都很接近 那後面的上座呢 是要沿用原廠的 它的阻尼調整機構呢 就是在這個地方 從這個地方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順時針的話 它變硬 逆時針變軟 所以它的後面行程呢 其實比一般的車種 還要來的短一些 因為它的下座的固定點呢 是在比較偏向前面的位置 如果像是Golf七代的話呢 它的下手的固定點 在下支壁上面 所以它的行程呢 稍微就比這個長一點點 那相對在這個地方呢 它的行程走得比較短 然後它的阻尼紙呢 也會稍微比較硬朗一些 其實它原廠的阻尼紙 就做得比較硬 所以它的整體的底盤表現呢 也相對的比前一代的 還要來得好很多 這個是固定點 那一些細節的部分 這個像這個防塵套的話 這個是它的軸心比較細 所以它的防塵套呢 我們也是做專用的規格 它的密合度相當的好 那裡面的話 有一個緩衝的滿頭 所以後面的結構呢 要沿用的 就只有後面的上座部分 所以它的整體長度呢 其實是比較短的 那它的後面的改裝呢 因為今天的車主呢 其實並沒有要降低幅度很多 就稍微微降而已 所以它的後面的話呢 這個如果有要降很低的話呢 剛剛有研究過 它的竖角呢 是可以有偏性螺絲能做調整 我們把鏡頭帶到下方 這個下肢幣的內側呢 這顆螺絲呢 是偏性螺絲 這裡的話呢 就能夠做投影竖角的調整 偏性螺絲 雖然偏性螺絲能夠調整的幅度不大 但是還是可以做調整 可是它的陽角呢 當車高降低之後呢 如果降幅比較大的時候 它的陽角的角度呢 我剛剛觀察一下 好像沒有辦法做調整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車高的降幅有要比較多的車友 那這個底盤呢 就建議要改陽角調整器 能夠把它的定位的角度呢 能夠做到不吃胎的角度 所以如果要降低的幅度很多的話呢 它的後面原廠大概是40幅左右 而且這台車還蠻奇怪的 它的右邊跟左邊的車高呢 原廠的時候有差了大概7到8mm左右 右邊稍微比較高 我在猜應該是 右邊跟左邊的車重 稍微有落差 那目前的油量的話 大概只有剩下 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的油量 所以如果加滿油的話 也許這樣的狀況 因為我不曉得它油箱的相對位置在哪裡 所以當這一台的車高呢 原廠左邊跟右邊 就稍微有落差 那當然可調式的車高 就可以藉由這個調整機構呢 來校正它左邊跟右邊的誤差值 所以這個是在改裝上 會比較比原廠還要來的有優勢的地方 那也就是說呢 它的車高的調整呢 並不是靠統身來做調整 它的車高調整呢 是靠彈簧上方的調整機構來做調整 那這個調整機構 我們所配置的下方的彈簧 是六公斤的彈簧 那針對這台車的車重呢 是打一條專用的彈簧 所以這一台的後面 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 就是六公斤的幅度 那這一台特殊的安裝技巧 常常看我們直播的車友 就可以注意到 它的後面彈簧跟幅度分開的結構呢 安裝的重點就只有一個而已 就是彈簧千萬不要壓縮過多 一旦壓縮過多就會不好做 那像昨天的話也有一些技師來電 詢問說昨天的技師是Mondel的四代 那它安裝的時候呢 彈簧預載過多了 所以就會不好做 那我們的建議方式呢 就是這個彈簧它有一個固定的長度 它的長度假設這條彈簧 我們打的是230長 那230mm呢 它的預載池呢 就不能超過5mm 所以簡單來說呢 就是它的彈簧呢 如果這個筒聲 鏡頭拉遠 如果這個筒聲做得太長的時候 它的彈簧就會鬆脫 那鬆脫呢 那一定不行 那要調整到什麼程度 調整短道呢 它彈簧不會晃動就好了 不會晃動之後呢 就不要再縮短了 因為再縮短之後就是預載了 預載過多就一定不好做 第一個不好做 第二個 它的筒聲有可能會出現異音 第三個呢 預載的幅度在更大的時候 筒聲甚至於筒聲的壽命呢 也會造成負面的影響 所以這樣的懸吊系統在安裝的 最主要最主要的秘訣呢 就是在彈簧後彈簧 千萬不要壓縮過多 以上是今天12代的artist的一些 安裝上的直播分享 這台車我們繞一下好了 它的造型 這個角度的話呢 其實跟Camuri八代還蠻像 但八代的算是中大型的房車 所以整體的車重也好 車長也好軸距也好 都比12代的Camuri還要來的大一點點 這台車剛好之前也沒有安裝過的 攝影跟直播的影片分享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做一下介紹 鋁圈跟輪胎都還沒有做改裝 鋁圈輪胎的話呢都還是維持原廠的規格 這個版本的它應該有很多版本 那這個版本的話還是維持16吋 205 55 16 那如果要升級17 18的話 以這個車型來說升級起來的 再把車高降下來的視覺感應該會好很多 以上是今天12代artist的直播分享 那如果車友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呢 都很歡迎跟我們家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